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直以来俄罗斯所做的决定就是没有撤销的 那么它也向来是说到做到 而这次当然也是如此 外界也并不意外 只是有些奇怪 为什么会突然下令要求数百名德国人在现期内离境 在得着这个消息 第一反应就是德国必然又干了什么让俄罗斯不高兴的事 而回忆近段时间所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 很有可能与这两件事有关 第一个是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的调查情况 在这之前俄罗斯外交部对外声称 俄罗斯方面已经召见了德国瑞典以及丹麦的驻俄大使 召见的目的就是抗议这三个国家 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的调查 他们给出的答案是完全没有结果 因此俄罗斯方面认为这三个国家 都是在故意的拖延调查 企图隐瞒爆炸的背后真凶 简单来说 俄罗斯对三国调查中拒绝与俄罗斯方面的接触 感到非常的不满 所以也就有了召见这一回事 去年9月份 俄罗斯经波罗地海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北溪管道遭遇爆炸 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是蓄意的破坏 是想借此重创俄罗斯的经济 尽管没有证据 但考虑到俄欧冲突的爆发 以及美国对俄罗斯的敌意 所以矛头都对准了拜登政府 当然这是猜测 但之后针对这个事件的调查 包括德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给出的回应 那都是模糊不清的 甚至可以直接说完全没有结果 这么久了 说完全没有结果谁信呢 因此不排除德国等国家模糊不清的答案 是刻意包庇这幕后的真凶 那么如果真是美国俄罗斯会让这件事就这么过去吗 此番召见这三国一方面是抗你 另一方面也是在表明其态度 将会针对爆炸事件来调查到底 当然如果这三国在有意包庇呢 其实俄罗斯现在也是怀疑 对此这就得说到第二件事 最新消息说 乌克兰正在请求德国方面提供金牛座的巡航导弹 虽然德国目前没有给出正面的回应 但前不久德国可是才向乌克兰宣布追加27亿欧元的军援 考虑到德国在援武方面的积极 又想到德国在北溪爆炸案调查中可能存在包庇背后真凶的嫌疑 莫斯科在一定程度上或许是在借驱逐数百名德国公务员来敲打数次政府 当然不管是包庇 还是有可能答应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导弹 都成了俄罗斯对德国动手的借口 如果最后德国不是在包庇 也没有答应向乌克兰提供军援 那自然就更好 所以总之吧 俄罗斯现在是不能有一丁点的堵的成分 况且对德国采取措施也是相当于给那些企图在乌克兰身上搞事情 以及在爆炸案事件包庇真凶的国家来敲一下警钟 俄罗斯对德国数百名公务员驱逐 背后的原因 舒尔茨其实他自己不清楚吗 至少在我们看来 舒尔茨是心知肚明的 做贼人哪有不心虚的呢 所以就算心知肚明 他也不敢坑一声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点赞转发 留下你的精彩评论